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平哥 今天我给大家演示的是 怎样留棒针编织的完美扣眼 我起了14针,一边留5针,中间留4针 我们现在开始用右手边的针 拨左手这边移过来的这一针,等于是收针 然后我们再挑过一针,从后面去拨收它 现在是拨收了两针 我们再从左棒针挑过一针 再从后面拨收 这样是第三针 我们再挑过来一针 从后面再拨收一针 这样就完成了第四针 我们把右棒针上的一针放在左棒针上 这样两边都是五针留的 这样两边都是五针留的 视频里面的起针法 就是这样起 我们现在加针也是这样加 现在加了两针了 我们一共要加五针 我们一共要加五针 第五针 第五针 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 整理利索 我们把左磅针的第一针挑过来 和刚才我们家的最后第五针一提 然后把第五针拨收过来 拨收过来 然后这个边就特别整齐了 也美观了 我们再继续把这一行完成 就这样 这个扣眼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再继过来 大家看又美丽又大方的棒针扣眼就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 我们看铺平了 看不到它 我们拿手去捅捅它 才看见得见这个扣眼 是不是很好看 很别致 希望大家喜欢 希望大家喜欢 下面我们再演示一个新的方法 是孩子们可以用的 不大不小 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在这加一针 然后我们再把两针编在一起 等于加一针收一针 这个洞洞就形成了 非常简单 这个洞洞不大不小 孩子们使这个钮扣的大小正合适 现在到我们加针的这一针 再织一针下针 这个洞洞就完成了 孩子们使正合适 你们看不大不小正合适 如果要是扣眼大了 孩子们的钮扣容易开 这样呢正合适 这个洞洞就完成了 大家看 我们的今天教的第二个方法 是不是也很简单 而且很实用 第一个方法也很漂亮 很大方 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订阅点赞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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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